你无论你在哪里 你住在哪一处处 一处时 你要记得 一种什么样的烦恼 你首先要把心 把这个心静下来 把这个心静下来 只要心静下来 你才能够找出 好的办法 这个办法能够 解决你眼前的生活 你种种的烦恼 如果今天你心乱如麻 心乱如麻 不但找不到好的办法 你不能解决 你眼前生活的问题 而且你越搞越乱 那个心静下来很重要 我们现在为什么呢 很多事情 一段事情的时候 为什么解决不了 越搞越乱 心乱嘛 你心乱了 你怎么能够找到好的办法呢 是不可能的 所以有时候呢 真的你想一想 我们的思维 思考一下 我们自己的 你的生活 体经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啊 有说真的 佛所讲的 静这个是非常的深度 所以古人所讲的 人嫌贵花落 夜静 春山空 什么意思呢 就叫你放松嘛 你心静了 整个山都是你的 所以 从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要知道 用心不一样而已 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 将来我们念佛 念佛用什么心 用你那个真正的心去念佛 什么叫真正的心念佛 当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心只有阿弥陀佛 就算有杂念 这些杂念 也不会来障碍你的 因为你心放着 这些杂念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看下面 今天我们学佛的人 念佛的人 将来我们要成佛 就是说 你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都是一定要用这个心 你必须要用这个心 你离开这个原则 你是没办法的 用你的真心 真心去对待别人 真心来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那个才是真正的 所以啊 中风果实在这个三十西念 我们看下面 中风产师 在三十西念后面 常常讲了一句话 我相信大家也很熟悉 中风果实所讲的是什么呢 离此心外之处 别有商量处也无 你看 这个中风果实在三十西念 常常用这一句话 来表发我们的心 那什么意思呢 那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所学的 无论在学什么样的法门 学禅中也好 密中也罢 信徒中也罢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最重点的 都是什么呢 都是围绕 这一个心 你看到 那个中风果实讲得非常好 都是绕着这个 以这个心为中心 所谓的一切法为心 为什么造 如何用心才能够成佛 这个是一个关键 你今天能不能往生西方 其中的世界 关键在你用什么心来念佛 这个很重要 所以中风果实在这个地方 把我们的毛病 通通吃出来了 关键在你自己 在用功上 你能不能 把这个道理 用在你的修学当中 你能够把这个道理 用在你的修行当中 我相信每个人 万修万人去的 如果今天我们还是用我们自己的妄心 用我们自己的虚为的心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只是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我们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没办法 这个不是给大家泼冷水 不是 来提醒我们的 所以啊 释迦牟尼佛 在观五量寿佛经 我们看下面 你看哦 佛在观五量寿佛经 我相信大家如果去读五量寿经 五量寿经里面有两句话非常的重要 佛告诉我们 明确的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呢 诸佛如来正片之海 都是重新向神的 事故如等心向佛时 四心即时三十二相 八十众好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释迦牟尼佛又在观五量寿佛经 把这个重点 整个五量寿经 观五量寿佛经的核心 讲出来了 是什么呢 四心做佛 四心是佛 你看 释迦牟尼佛真的太了不起了 把这个成佛的秘诀 通通来告诉我们 教你怎么成佛 用什么方法呢 我看下面 我看下面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